今天用玉米面做了一个馒头卷 口感松软香甜 比面包还好吃 粗粮细做 营养又健康 做法特别的简单 喜欢的一起来做吧 100克的玉米面 倒入100克开水 边烫边搅拌 搅拌成颗粒状 再放入3克的酵母粉 20克的白糖 打入一颗正经的母鸡蛋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再加入200克的普通面粉 倒入50克的温水 搅拌成面絮 揉成面团 盖上盖子 饧发两倍大 这是饧发好的面 给它揉面排气 切分成等份的面剂 全部团圆后 擀成牛舌状 放上一层葡萄干 从一头卷起来 再次擀成牛舌状 再同一头卷起来 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放入蒸锅 水开蒸12分钟 玉米面馒头卷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双击加关注